嗨大家我是云 今天的视频是连衣裙第二弹 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几条游戏还在路上 奈何今天终于终于终于见到太阳了 我一定要先录一部分 这一期比起上期的碎花合集更深得我心 也都非常评价适合学生的 不含任何推广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另外的老规矩 欢迎大家在弹幕区 给我这些裙子们打个分 从1到5让我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些款式 so let's go 首先是这条小饥黄的连衣裙 价格是168 这个颜色我刚拆包嘴角就裂开了 背后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蓬蓬的A字裙 把领口袖口都有可爱的木耳边 高腰线 腰间的掐折也非常自然立体 整个版型是没有问题的 既能够穿出少女的甜美热情 又能够穿出轻熟的从容端装 面料也是比较有质感 做工优良 通勤来穿也非常合适 显气质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 属于不易皱的 接下来是我身上这一件碎花款式的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防花玫瑰 价格是126 这一件的花色虽然看起来不是很高级 但是版型也太显身材了吧 裙摆是微微的A字 远观有一点包臀裙的效果 但对身材的修饰作用 却比包臀裙要好很多 但它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bug 就是腰以上的布料太多了 这跟我上半身不够长 我胸不够大都有关 作为身材瘦小一点的妹子 我不太推荐哦 暖橘色的这一件材质是棉麻的 价格是104 它的左前方有一个开叉 会比开在侧边的要更性感一些 这一件的颜色就让人过目不忘 每次重新看都会有冲动的那种 上身是裹身的款式 但不是一片式的 不需要自己打结 背后是松紧的 裙子有一点改良旗袍的感觉 同款还有一个白色的 海边度假必备 它的袖子对我来说有一丢丢长 面料的机理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内衬也是很舒服的料子 加分哦 接着是这条半裙 鞋子合肌出现的时候 挺多朋友种草的这一条的 它后面也是有一个松紧 价格是60多 这条裙子在我手上太久了 我一路看着它越来越网红 哭了 但是并不阻碍到它的美貌 主要的色调是黄绿的 像油画一般的配色 搭一件顺色的小上衣就很可爱 我买到的这一件都挺好的 就腰围有一点点大 需要改一改 如果喜欢这个款式又怕麻烦的朋友 也可以搜图找一找别的店铺的 有很多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白色的这一件非常凌家女孩 价格只要85 同款有个黑色的 我就觉得好久 最后还是选择的这个白色的 这一件是偏学生日系风格的休闲裙 对身材的包容度超高了 同样是高腰的 长度对小个子也很友好 上半身前面有四条花边点缀 袖子上半部分也有一个可爱的小花边 裙摆用料足很蓬松 因为它的内衬是比较轻薄蓬松的棉布 所以既不会很闷又撑得起来 面料算是有一点易皱的哦 需要好好收纳哦 紫色交叉绑带的这一件 价格是135 但是它的长度对我158来说是有一点长的 非常休闲的一条裙子 小V领口 腰部是一片是绑带的 可以自己调节 但是为了不走光和保持领口的平整 领口以下有一部分是定似的 总的来说这条裙子是很用心的 袖子有一个竖像的抽绳 整体有一个蓬蓬的褶皱感 面料是这种褶皱纹理的棉布 轻敷的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下面是这一件红色格纹的A字裙 价格是129 我趁着打折赶紧买下来的 领口是个非常宽的大V领 介于一字肩和方林之间 对于肩部太宽厚的姐妹可能不是很友好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半型是优雅好看的 腰间有两条带子 交叉到背后打结 袖口背后的蝴蝶结 带来的流苏感也恰到好处的文艺少女 红色不会太亮或者太暗 很提气色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然后是这一件紫色娃娃领的结梗半裙 价格是64 模特穿着会比我好看 我觉得实物的颜色比图案要稍微暗一些 没有那么有仙气 版型还是不错的 袖子是一个小泡泡袖 娃娃领的大小也刚刚好 面料是非常滑的那种雪纺 扣子倒是塑料感有点强 对比起价格 我觉得性价比是可以的 细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倒数第二件是这个橘粉色的中长款半裙 背后有一个松紧设计 价格是59 这一件的腰身就非常合适 整体是微微的A字 偏修长款式的 简单的搭建 白T就很休闲 同款还有一个紫色和粉色的 但我感觉它有点不太上镜 肉眼的颜色要好看和高级很多 而且内衬的颜色和质感我也很喜欢 非常物超所值的一件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最后一条紫色长裙 价格是117 上期那一件粉玫瑰 里面是有加薄绒的 这一件只是雪纺 会更适合夏天一些 这一件看起来确实比较平淡无奇 但我每次穿着去都有很多人夸 甚至是要链接的那种 可能是因为这个紫色非常显白和提气色 如果你也喜欢它会是因为什么呢 对了它的底色是乳白色的 不会挑人 面料是褶皱的学法 质感和做工也都很好 细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种草了几件呢 别忘了评论告诉我 你最种草的那条裙子 另外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如帮我一键三连支持起来 高产不易 答应下来的裤子合肌已经在攒了 还是一样的爱彩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